我覺得他對小草很殘忍 他到投票前幾天 還跟小草摸款說很窮 你錢這樣洗來洗去 我認為他是全台北市 有史以來 可能第一個要坐牢的台北市長 三張的影印本的 那個發票的憑證不需要 所以是非常好偽造的 我在這邊要問端木正 你幫他做這個帳 你是會計師 請客問責下午2點拿出 這三張你要的公司 然後這三張916萬的正本發票 他現在一定要保存5年 這是監察院財產生貿主 要求我們參選人這樣的做法 所以請他拿出來下午2點 所以錢這樣洗過來 錢洗過去 所以我們要告這幾個人 最重要是金流 我們沒有公權力 這個台北市民代島找我陳情 我們就要拜託檢察官 現在要保存證據 我覺得要發動強制處分 要搜索等 一定要查那個正本 這個是很重要的事情 所以我們今天一定拜託拜託 檢察官一定要查金流 錢流過來流過去 四五千萬的錢 還偽造了916萬 我覺得是非常可惡的事情 不管金華城 不管這個涉及的洗錢案 這個背信案 幾千萬 動輒幾千萬幾百億給 我覺得他對小草很殘忍 他到投票前幾天 還跟小草募管說很窮 你錢這樣洗來洗去 我認為他是全台北市 有史以來 可能第一個要坐牢的台北市長 而且出這樣的人 做八年台北市長 我們身為台北市民跟市議員 覺得很羞恥 好 而在分割畫面上 您看到是今天一早 柯文哲出門的時候 被大批媒體簇擁著 他是說大家就好好等 今天下午 他們的記者會 會有詳細說明 那麼到底情況如何 我們會持續帶您掌握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